折腾了这么多天还超出了原定的军事打击决定时间 在都认为北约三大国食言的时候 导弹炸响了 美国防部长宣布打击行动结束 发射的导弹数量是去年统计行动的两倍多 但令人疑惑的是这些导弹都打哪去了 旭军防空力量称拦截击落了13枚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旭防空系统进行了防空作战 大部分导弹在接近目标时被击落 按照俄罗斯军方的大部分导弹被击落的说法 结合叙利亚防空导弹50%拦截成功率计算 那么这次美英法用于空袭打击的导弹数量应该不超过30枚 这个数字只是美国公布数字的一个零头 这场多方大国在外交战和军事准备上都令人心生恐慌的大戏 就这么轻易的收场呢 随着空袭行动的结束 疑问也会慢慢解开 因为关于这部大戏的引擎剧透已经开始了 13号法国总统与普京通电话进行了关于叙利亚当前危机的沟通 而14号凌晨 美英法三大国局启动了军事打击行动 并以迅雷不及仰尔之势结束了 另外根据叙总统办公厅在西方打击后公布视频 视频中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正在大马什哥总统关顶 录像的短评还写着 坚强的早晨 美英法在伊拉克战争 利比亚战争中的表现和手段无人不知 但不知道巴沙尔这个时候还能如此从容暂定的敌提是什么 根据徐军发布的遭袭毁伤报告显示 大马什哥周边的三个空军基地和霍姆斯市附近的一个基地被炸 基础设施的毁伤正在评估 但可以确认装备基本没有太大的损失 俄军总参谋部诚 初步显示没有平民和军人在叙利亚空袭中死亡 据信上述基地部署的叙利亚空军伊尔76运输机 米格29战斗机 苏22和苏24攻击机 以及米24直升机 都已也提前得到通知转移 而霍姆斯附近基地驻扎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也在空袭前全部撤离了 更重要的是 俄国防部事后还明确发布消息称 在续境内用于反击美国及其盟友导弹打击的俄罗斯防空分队未被使用 上述这些情节暗示 俄罗斯军方在北约三国的导弹空袭前就已经得到法国巨头可靠的消息 消息包括打击时间 打击地点和打击规模等重要细节元素 否则续军战机和友军 他如何能神奇地提前撤离转移逃避打击 马赛尔如何能淡定地待在大马时刻观点 俄罗斯的防空导弹为何一声不响 未被使用 说白了 俄续必须给北约老大和两个和大国盟友 和他接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